你今年有三十了吧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三十而立啊 我希望在自己三十岁之前 能成主管 全君太太 那也是一份职业 我还是对起我妈妈 我说你能不能争点气啊 我有时候都觉得 你不是没成家 你是没成年 直到三十岁呢 好像大家突然就会着急 要买房子 存金子 生孩子 这些东西都有一个统称 叫后路 唯一不担心后路的方式就是 把前路走得更长 我来到这个城市也已经八年了 他现在也没什么归属感 也不听我自己的未来再来 之前的三十年 我一直活在别人对我的期待 以后 我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女人说到底 还是要守住自己的一份事业 我现在就辞职 我不干了 你还能怎么样啊 你是不是特别不想要这个孩子 咱俩奋斗到要能生孩子的资格了吧 这男女之间的事 有几个能让人走一辈子 严谙男男的不是红衣 是人 你现在来搞这些什么性别绑架 谁规定只有男人可以出去打听的 不管处在什么状况下的女人 都应该拥有梦想的权利的 是 有勇气 去争取 三十多好 三十万财 现在眼前的一切 不过三十而已 不过三十万财 不过三十万财 不过三十万财